打开讲义第15面 补充讲表第15面 那么我们讲到这个横转如暴流 讲这个第八是在有肉位的一个相貌,是像一个极速的水流 那么关于这一点,偶一倒是有三段的说明 我们再看这个第二段 第二段有分成三颗,先看第一颗 只是现前一刹挪伐,望前及民为果,望后及民为因 说我们整个生命的本质啊 就是现前一念心事 就是现前一念心事 什么是生命的本来面目 禅宗说 什么是你上座的本来面目 你可以简单的回答说,现前一念心事而已 那么这个现前一念心事是怎么样成立因果的呢 望前及民为果,望后及民为意 就是当我们一念的心事对望前面的心事 那这样子 那这样子 扮演一个果的相貌 因为它把前面的功能把它给 继承下来 所以它是果 其实呢 望后及民为因 当这一念心事对望下一个心事 它又是一个因地 它又有一种招感性 所以我们讲妙因妙果不利一心 就是因果是同机一念的 就是我们一念心事 它同时也是一个果 同时也是一个因 它同时是承受你前面的一个累积的 的一个果像 同时它对望未来 它又有一个新的造作性 就是它又是一个因地 所以讲 我们可以说 什么是生命的本来面目 只是现前一刹楼法 我会到的是一以道破 我们生命的真实相 那么这个现前一念心事 它这个因果是怎么安立的呢 这个过去现在未来是怎么说的呢 这个时间像 是怎么安立的呢 看老卫大师的第二段 与现在国谈过去因 则成点节前 犹若今日 乃以现世 辨世过去因向 非时言过去世也 以过去以灭 无可言言 说是 假设我们从现在的一个受用的一个心事 来看过去的因地 那么这样子呢 成点节前 游落近日 因为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所有的影像 都含藏在我们现前一念心事 所以说呢 我们能够 有些人在禅定当中 在做梦当中 他会看到他过去发生过什么事 那么这样子是怎么回事呢 乃以现世辨世过去因向 非时言过去世也 以过去以灭 无可言言 就是你现前这一念心事 把你过去的那些影像 把它变现出来 然后你再去攀岩 不是你真实的攀岩过去 因为 过去已经消失了 不可以再攀岩 所以这个智者大师 他去这个大书山 亲近这个惠师禅师 惠师禅师为了讲这个花花三昧 他修这个花花三昧 在这个三七日当中 送这个花花经 吉然入定 那么就在这个禅定的 现节一念的心事当中 他 看到的临三会上 就是佛陀在临三会上 为诸大菩萨 乃至于诸大阿罗汉 讲花花经 他在做 那么 我们 我们一般人从 智者大师的佛堂走过去 看到智者大师坐在佛堂 但是智者大师的生命 他自己的一个受用 他的见闻觉知 他自己是感受到 他在佛前 听花花经 当然这也是一个过去的事情 因为智者大师是过去 佛陀说法的时候 在旁边听的一个听众 那么这样子怎么说呢 是 其实就是 智者大师的现世 他的那个禅定当时的现前一念心事 他把过去的因种变现出来 他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 那么他在禅定当中 这个善根的触动 把他过去那种肃生的境界 把他逼出来 然后他去攀岩 不是说他去攀岩过去的事 因为过去的事根本就不可能攀岩 所以说 从现在去观察过去 还是由现前的心事去变现过去的境界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 耶现在印记未来国 有些人 他有神通 他能够从你现前一念心事 看到你未来的相貌 则无量劫后 犹若执掌 乃以现世辨识未来果相 而非实言未来事也 以未来未生无可言也 那么 他能够看到 过未来 他也是从你一念的心事当中 去辨识未来的果相 不是攀岩未来的事情 因为未来没有生 根本没有生起的东西 没办法攀岩 说是这个虚药上在这个禅堂当中 他在禅定的现前一念心事当中 看到了日本的广岛跟长崎 被美国的飞机丢下了两颗岩子弹 这个岩子弹丢下去的时候 那个火焰就像一个香菇一样 烧得刺身 死了很多人 那么这个虚药上当时在禅定当中 看到这种境界 眼睛差点瞎掉 那么这表示说 日本人去承受这个果报的业力已经成熟了 那么 虚药上 这个事情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他就能够在禅定当中 哪一现是便是未来的果相 这样子 他不是去攀岩未来 因为未来还没有生起 所以有些人有神通啊 他跟你一接触 他会告诉你说 你以后会怎么怎么的 怎么知道呢 因为 只是现前一刹罗法 他能够从你的现前一念心事当中 所设持的那个功能 他能够判定你会发生什么事 他不是看到未来 因为未来都还没发生 但是他能够从这个地方 看出一点消息 所以我们一念心事 他设持的过去 的一个 对望的过去来说 他是一个国 他继承的过去的这个功能 但是他又不断的造作 不断的造作表示 这个事情还是有改变的 还有改变的空间 因为他又是一个音像 他又不断的受薰 你继承的过去的不好的种子 但是你今生努力的修学 他会变好 你的因果就改变 你本来今生 是继承的过去善良的功能 人家给你算命都算了 你未来会大富大贵 但是你今生的音像 今生的造作 破格 做出 有损应得的事情 你的功德就丧失掉 所以他现前一念心事 非常非断 他一方面 他继承的过去的功能 但是他又不断的在受薰 不断的在造作 今生还是会有变化 所以做一个总结 故业十世古今始终不离当年 这个十世就是讲 过去未来 过去现在未来 三世 那每一世当中又有过去现在未来 那就九个相貌 这个别相 那么过去现在未来合起来是一个总相 总别相加 叫十世 其实就是过去现在未来 其实就是过去现在未来 就是古今的意思 就是 我们不管你看你过去现在未来 整个生命 隆总来说 是 什么是生命的真实相 就是 始终不离当年 就是现前一念心事 就是 你每一个东西都是现前一念心事 又是现前一念心事 又是现前一念心事 都是当下 就是你每一个时空都是当下的一念心事 当然你这一念的当下跟前一念当下不一样 都一样 说是这个过去 我们台湾有一个女君士 他是得癌症 得癌症他去看医生 医生说这个没办法了 这个第三期的治不好 治不好他就跑到这个印度去 找那个有禅定的修行人 那些在喜马拉雅山修行的 这些修行人 这个修行人一入定 你这个禅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你这个癌症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他说我可以以禅定的力量 帮你把癌症的病暂时的消灭掉 但是 这件事情你要决定 就是你今生的病 我给你加持以后 你会消失掉 这个肿瘤会消失 但是你来生会再得一次癌症 这个功能没有消失 因为 禅定不是消灭业障的因 他只是把你这个 这个时刻表把它重新调整了一下 就是你要忏悔 对治 才能够折损业力的 就是靠外在的神通的加持 他能够把你这个 受果报的时间延后 看你要不要 所以这个修行人是老实人 他讲出实话 后来这个禅定是他不要了 我今生把他受完算了 我不想下辈子再受一次癌症 他就从印度回来 这也是一个发生在台湾的一个事实 那么这个他有禅定的人 他怎么知道他的过去 现在未来又会发生 因为他在现前一念心事当中 就看出一个消息 如果我们心事没有累积性 你怎么看到他的过去 怎么看到他的未来 所以讲 只是现前一刹罗法 生命的本来面目 就是你现前一念心事 望前民国 望后民 关于这一点 我们看第三段的总结 我回答是这段开始相当重要 有中进瘾 过去未来无体 差挪欣喜 为属现在 现在正起妄念之时 妄念伪真 名为初世 非是过去有事创起 名为初世也 那么这个地方 偶一大师 他先引用中进论说 过去未来无体 差挪欣喜 为属现在 说事实上 对我们生命来说 没有过去没有未来 就是 现在 又是现在 又是现在 就是我们每一个差挪都是现在 就是现前一念心事 你下一个生命 又是现前一念心事 虽然每一个心事是变化 但是我们只能够感受到现前一念心事 不管我们看到过去 看到未来 都是现前一念心事 都是当下一念 就是 生命就是当下这一念 到了下一个时间 又是当下一念 又是当下一念 你成佛的时候 也是当下那一念 那么 现在正起妄念之始 妄念伪真 名为初世 那么这样子讲 佛陀说我们有无死无名 最初的一念无名 就是初世 那这个无死无名怎么断呢 它已经化身在过去的 我们不能够说把时空回归到过去 然后把最初的那个无名断 就是我们要先把无死无名找出来 所以这个杀贼要先把贼的洞找出来 但是这个地方是说 妄念 我们现在打妄想的时候 妄念伪真 这个就是无死无名 不是过去有一个事 创起名为初始 这个意思是说 说是千年暗示一灯极敏 这个房子当中的黑暗 不是现在才有黑暗 三千年的累积 已经黑暗三千年了 但是三千年的累积 它每一个相貌都是 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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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看到都是每一个当下的暗像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当下的一个暗像 用这个电灯打开以后 这个当下的光明 就一切光明了 你不是说 它累积了三千年喔 我这个蜡烛的电灯打开以后 要等待三千年 才能够次第的彻底的把暗像全部消灭 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三千年是一个概念 事实上每一个都是当下 当下的一个暗像 又是当下一个暗像 又是当下的一个暗像 你哪一个当下消灭了 就所有都改变 所以我们的心事依附如是 从无量节来一直放逸到现在 我们想改变它 这一想不得了 无量节的心事累积这么多 其实就是当下你这一念 你当下这一念改变了 就没有过去的可得 当下这一念心事 折服现前烦恼 维修心事要务 就是现前烦恼 这个现前烦恼就是无死烦恼 就是现前这一念心事就是你生命的所有 离开的这一念心事就没有少法可得 就是这个意思 你现前心事改变 就是你生命的所有的改变 这叫做十四古今始终不离当年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是 说明的一个 改召生命的下手处 所以总结 固执恒该一切处 速通无量时 皆是 即经现前一念心事 更无变化 所以佛陀在说法的时候方便说 说这个时空无量 从空间来说 是骗该死法界 从时间上来说 是速通无量时 过去现在未来 这么一个 时空的错终复杂 构成了一个这么复杂的生命 到底什么是生命的本来面目呢 皆是即经你现前一念心事更无别法 你往你现前一念心事去观察 你就能够看到你的未来 也看到你的过去 因为离开了一念心事就无有少法可得 所以说这个 十四古今始终不离当念 就是这个意思 佛陀有一个弟弟叫南陀尊泽 南陀尊泽 他娶着社会国最美的美女当太太 他们俩感情很好 有一天南陀尊泽 为他的夫人 梳头发 梳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 来这个地方脱婆 南陀尊泽 他以前是很尊重他哥哥 虽然出家他还是尊重他哥哥 哎呀我哥哥来脱婆了 他跟他太太说你等我一会 我去厨房拿一点饭菜 供养我哥哥以后 我再回来继续问你说头话 那么他拿到饭菜 就冲出去 看到佛陀在前面走 他就追 但是他跑得快 佛陀也走得快 他跑得慢 佛陀也跑得慢 结果就这样子 就来到了金舍 又回到金舍 就把他引到金舍 引到金舍以后 佛陀就强迫射立佛尊者 把南陀尊者给剃肚 那南陀尊者说 哎呀我这个是要供养我哥哥 怎么被你剃肚了 但是没办法 剃了肚子好 依重靠重啊 反正早晚课就参加吧 大家打坐 他也就跟着打坐 那么 当然这个佛法的 力量不可思议 不思议心 不思议变 当然他偶尔也打扰妄想 试炼他过去在 做做这个皇太子的那些武艺的快乐 但是有时候也是跟法义相运 练佛练法练神 那么这样子 一中靠盛一段时间以后 大致未光明的佛陀 看这个南陀尊者的善根慢慢增长 带着这个南陀尊者 飞到套地天去 这套地天呢 这是一个异界的境界 那都是善业所感 这个人长得又庄严 套地天一生不生病的 没有脑没有病 他也不用工作 就不用说叫我们去工作 他衣食自然 他那个整个树上 自然找出很多的饮食 地上流出很多的这个 地浆都可以吃的 但他们不用工作干什么 整天就是 吃喝玩的 他们那个享受是整天玩享受的 我们在这人世间 一定要工作以后才能享受 那扣掉很多时间 人家生病 又不能享受 那那个天上的享受 那不得了 不生病的 那么 这个南陀尊者看到很欢喜 但是他已经有一个宫殿 刚刚在盖 很多的宫殿 很多的宫女 在那里面布置 那么佛陀就跟 南陀尊者说 你看所有的宫殿 他就是有一个 男人当他们的主人 这个宫殿 很多的女众没有一个主人 你去问问 看是怎么回事 南陀尊者就说 你们为什么没有主人呢 他说我们的主人 就是南陀比丘 他因为这个 出家持戒的关系 他死了以后 再当我们的主人 他说我就是南陀比丘 他说这不可以 你是一个人的果报 抽费的果报 你要死了以后 得到一个天的果报 才当我们的主人 南陀尊者一想 可以等吧 反正也不会太久 但是充满了欢喜 那么这么着佛陀 这件事情以后 就带他到地狱去了 看他这个刀山油锅 这个地狱的罪人 那个罪业 在德国报的时候 他这个异竹不是好好跟你讲话 他那个用叉子 一向就把你身体擦上去 就丢到这个油锅里面去炸 炸了以后 当然是死掉了 就变成一个骷髅头了 再把骷髅头再缠起来 丢到地上 地狱中生 唯一的快乐就是那个 春风一吹 那个风一吹过来 那是暂时的快乐 一死的快乐而已 然后呢这个肉就长出来 长出来以后 事情还没了 这个刀又插下去又丢进去 一生万死万生 那么在所有的油锅当中 都有人在那边炸来炸去的 只有一个油锅 那个义主刚刚在点火 那佛陀就说啊 你去误不误看 这个油锅怎么没人呢 南陀比丘就很害怕的过去说啊 你这个地方为什么没人呢 他说啊 这个人世间有一个南陀比丘啊 他出家以后 因为这个慈劫的阴言 撤到天上去 但是他打妄想了 造了一些罪业啊 他天上的果报 售完以后 他在这个刀上油锅 售这个罪业的果报 那么这样子呢 南陀比丘就害怕了 从今以后回到僧团了 不再打妄想了 专心的修学圣道 后来就成就阿罗汉国 说是 只是现前一刹罗华 说 南陀比丘他本来又去受道山油锅 是指道山油锅怎么消失掉的呢 不是佛陀的神通力 因为他修止观了 最重新起将心灿 心若灭食罪一网 他依此佛陀的教华 如实的观察 把心中的烦恼调服了 所以他心里的转变 他的罪业改变 果报改变 这个地方是说明了 我们整个生命是由心事在引导的 就是他设置无量无边的烦恼罪业 但是他也可以修止观改变 所以我们说是 我上次也讲过 说这个修行不怕念起 只怕绝止 我们第一念起二念 这件事情不能太苛求 我们的确现前一念心事 望前民果 我们是一个果相 我们的确也承受过去很多烦恼的等流性 说是我无量节的打了无量节的烦恼 我今生出家以后就不打妄想 这个事情是强人所难 所以不怕念起 就是第一个念头不能怪你 过去的颠倒 但是重点就是 你身为一个修行人 只怕绝止 你要马上升起绝照的功夫 刻起复礼 对止 如果你这个功夫没有 那你的生命要改造是不可能 否则绝业 来自于内心的那个绝照的力量 来自于内心的那个法宝的对峙 这是一个关键点 说是这个古时候 中金路说是 大以治随 大以治随九年 很辛苦 三过其门而不入 就是这个畏公畏重 未到百姓造了很多福利 说炎炎在这个战国时代 在这个礼崩业坏的时代 所有的金王都是崇尚名利 不讲道德的 他在那个无道的这个国君当中 只好回也处落相 一淡食一飘饮 人不开其忧 回也不改其的 他处落相 这个安平所道 独善其身 有名颜兽大师说 这两个人功德是一样 怎么说呢 异地而鸡 异负如此 说炎炎如果生长在一个 有道德的国君当中 他也会 三过其门而不入 为公为主 为老百姓卖命 为国君卖命 如果今天大以处在战国时代 他也只好处落相 安平所道 独善其身 所以说呢 我们在判定一个人的功德 不能看外在的阴眼 不能看外在的阴眼 就是死事现前一闹 现前一刹罗法 我们在判定一个生命的价值 就是可贵的是那一个心事 至于他表现什么功能 那是谁顺应言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在佛堂当中修止修观 乃至于我们在听闻佛法 那都不可思议 你在外面修习福报 这是满色横沙界 珍宝供养佛 不如一日中出家修几经 佛罗在大宝基金上说 说你今天不在信地法面用功 你修习很多福报 但是这样的善业 对你内心的烦恼作业没有对峙力 你的生命还是在一种失控的状态 还是在一种 一个不自主的状态 那么你会因为是这样的福报利益 在生命当中得到暂时的安乐 那么你能够出家修几经 能够放假世间的成老 天文正法如理思维 心中产生一种光明的智慧 从今以后 你对你的烦恼有一种 绝躁有对峙的力量 这个时候 你对你的烦恼最有对峙力 你的生命的大方向已经有改变 这个是非常珍贵的 这个是一个大方向的改变 所以说我们讲 横该一切处 肃通无量时 皆是即经 现前一念心事 更无别话 这个地方是说明我们的生命真实相 也说明我们一个修行的下所处 这段开始是对我们非常重要 好我们再看下一段 这段是偶一大师的一个总结 把前面的一个横转如暴流 所表现的一种非空非有的中道实相 做一个总结 问曰 波雷银 诸法 如幻如化 乃至涅槃 亦如幻如化 得不多 邪见 那么 有人就用波雷经的问那 说 波雷经说 一切法是必经空 所以说 那么 诸华 这个是三界的生死法 是如梦如幻 从假观上来说 是因言有 是如梦如幻 说是涅槃 也是如梦如幻 他也是假见 因言而有 那么这样子不是 堕入坐入邪见吗 说生死涅槃等空 这件事是不是 堕入偏空的邪见 那么 偶一大师就以为是的思想 把他 花明这个中道的实相 达业 毫里有差 天地闲革 波雷生命一切法空 皆无自信 由无信 故得成延启 以延启中 自断正修 染尽因果 是先毫不难 虽负不难 依无信 故非使我事发言 说是 毫里有差 天地闲革 诸法实相的道理 我们在认知 在观察诸法实相 有一点差错 那你未来的果报 就天地闲革 所以这件事情 是在这个培养正见 那一定要小心谨慎 那么在波雷当中 是观一切法空 师弟 但是他那个空 是什么意思呢 是皆无自信 皆无自信 这个我们讲无自信之前 先讲什么是有自信 这个有自信 就是说 这个法的存在 不必等待阴言 它就能够存在 它能够自己决定它的性质 它不必等待阴言 这个叫有自信 说你是一个人 是一个人的设身 人的思想 人的 你说我今生做人 是没有阴言的 我自己就能够做人 那这个是不对的 你今生这个 有人的身先世界出现 是有五界十善的业力 有这个善业的阴言 从阿拉雅世当中 变现一个人的果报 所以人是无自信 无自信的意思就是 就是假借阴言圣 阴言所生法的意思 说你现在口袋有一千块 这一千块你没有自主信 它是假借阴言而生 它有某假借你三百块 某椅借你三百块 某饼借你四百块 这当中只要有任何一个人 把你的钱要回去 你的一千块就破坏了 所以我们说 你口袋里面的一千块 是无自信的 没有自主信的 这假借众多的阴言的和和 所以你的生命也是这样 它是有各式各样的业力的阴言 创造你一起的生命 这个业力有变化 你生命就会有变化 这叫无自信 那么由于这个自信空 无自信的缘故 从自信空才建立的 种种攒进的延期 在延期当中 少有所谓的自断政凶 攒进英国 先好不难 虽然是不分难 但是一一都是自信空 所以从这样子案例 无死我没有实话 所以 维世学讲说是 阿拉也延期 是建立在自信空 自信空 这个自信空 天台智德大师说 什么叫无自信 就是一切法没有决定性 不决定 所以你今生是个人 这件事情不决定 你今生的造作 你下辈子不一定是个人 下一辈子会有变化 所以你现在福报很大 这件事也不决定 你要是懈怠放逸 这个福报会消失掉 你说你的福报很差 这件事也不决定 你努力的栽培 它就会变化 所以这个由于自信空 才建立的差别的染尽因果 这净土宗的第十二代祖师 这个彻无禅师 他以前是个读书人 他未满是二十岁就考上了秀才 那么在二十几岁考秀才的时候 考这个举人的时候生一场病 体验世间无常就出家了 出家以后他研究颜结金 愣颜金还有维世学 后来到灵气中的残堂去参产 开悟了 开悟了以后 这个祖师死掉以后 就交给他继承主位 后来他接触了净土的思想 他有一天宣布 他从今以后放弃参产 要改决净土 在当中他的师兄弟就不服气了 就说师兄 师父死的时候 要你要继承主位 你怎么样改变道风呢 那么这个彻无禅师说 我心意已经决定了 不能改变了 那么那师兄弟说 好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要能够回答我 那你改变 我没有意见 说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营 说佛世界是梦幻泡营 你为什么要燕临梭博 寻求极乐 你道一句 陈吴禅师说 这两个延起都是梦幻泡营 是底 从本性观察都是阴言声 但是这个两个梦幻泡营有差别 就是梭博世界是恶梦 苦恼的梦 极乐世界是好梦 它是一个安乐的国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梭博世界是天梦 你在梭博世界的流转 越流转越糊涂 烦恼障碍你 罪业障碍你 老病时障碍你 死令你修学圣道很多的困难 那么极乐世界者 醒梦则也 那个国报题 使令你能够自然介身 念佛念法念生之许 它有醒梦的功能 它有随顺于圣道的功能 所以同样是梦 但是这个延期法不同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说 由无信故得成延期 以延期中自断正修 染进因果丝毫不乱 所以我们在观一切法空 一定要注意 在空的同时 有染进因果出现 说韦世信 韦世信发明了我空法空的真理 但是也同时看到因果丝毫不爽 是这样子 在凌方中有人问偶一大师说 说 说一个人开悟 开悟是什么心情 偶一大师是24岁初阶 25岁开悟 有人就问到说 你老人家开悟以后是什么心情 偶一大师说 开悟以后的心情是次然修复 就是他悟到一切法无自信 他这个时候 知道因果丝毫不爽 只是现前一念心事 这一念心事当下是当体即空 当是当体要受训 当体要因缘有 他次然的断恶修缩 次然的叶利索博 次然的信求极乐 所以这个地方 偶一大师以横转如爆流这个思想 就说明了这个信向的严重道理 诸法思想的严重道理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回到讲义来 说是横转如爆流 这个地方是把第八识的一个横跟转的相貌 把它表达出来 也表达出一个生命的真实相 我们再看最后一颗 阿罗汉卫蛇 那么前面的一颗 是讲到这个有肉的 凡夫的一个心事的相貌 从他的一个寒肠的功能 而变成一种所谓的横转如爆流 这整个生命的变化 当然这个第八识都是讲业力的部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说 这个爆流横转如爆流 这个水流 这个生命的水流 什么时候停止呢 这个爆流 叉挪叉挪生命在六道当中 一下子升天 一下子到地狱去 这个水流什么时候停下来呢 这是我们关心的 说是阿罗汉卫蛇 阿罗汉的时候 这个无量无边的生命的水流 全部停下来 讲这个圣人的无肉的地八识 我们看这个欧益大师的注解 烦恼断尽名阿罗汉 就是三界的烦恼都断尽了 叫阿罗汉 这当中有小秤大秤的不同 从这个小秤来说 升文秤的第四国 元杰秤的辟斯佛国 永断即生我旨 这个永断是指的是他入的无一涅槃 如果他从涅槃里面出来 花的菩提心 还有寄生我旨的习气 还有的 那么这个大乘来说 大乘菩萨八地以上 永福寄生我旨 皆名阿罗汉 阿罗汉在小乘 就是小乘的四国 在大乘是八地菩萨 那么耳时第八世不复名阿赖也 但名一首及一切种事 这个时候阿赖也这个长的功能被消灭 只有一首是跟一切种事 若是如来魏中并捨一首是名 但名一切种事 一名阿摩罗斯 一名大言皆知相应行品 关于这点 我们看副表第八 我们补充说明 那么副表第八呢 三位功能 第八世是以功能受称的 不像前六世是一根利民 那么第八世在有落位 有三种功能 第一个我爱之常现行位 就是阿赖也事 为圣位菩萨七弟以前 二称有邪居 凡位一切一生 此位的第八世名阿赖也 无始以来为地祭师 爱之为使我使法 我之有不断顾 阿赖也事 横转如暴流 阿赖也就长 设施无量无边 有漏的善业恶业 这样的一个业力 使令我们在三界里面飘腻 这个时候 第六位师兄 我功官法功官以后 把阿赖也事 削破坏了 这个时候 八地以上的菩萨 就没有阿赖也 也就没有分断生死 第二个 三二业果位 就一手死 位从无始凡夫位 乃至菩萨金刚无间道 二乘有一位此位的第八世名一手死 乃过去上二业所敢 总报无迹的一手果故 那么从凡夫位到等觉菩萨的后心 这个无间道 乃至于二乘没有入涅槃之前 都还有一手 所以阿罗汉如果入了涅槃 就没有一手死了 他无量无边的业力 不能得果报 但是阿罗汉没有入涅槃之前 舍利弗尊哲 他也是生病了 你看舍利弗尊哲 一个大阿罗汉生病 他那个过去那么的业力还是起现行 他去听经 有道弟子 抬着去听经 所以在成佛之前 这个一手的功能都还在 不管是分段生死 变因生死 这个一手功能 成熟业力的功能都在 第三 相细执持位 就一切种事 位从凡夫乃至佛果 尽未来即利得有情位 此位的第八世名阿陀那 即执持是 能执持一切 万有种子 即五根等 不时顾 前面的阿赖也 是跟异熟士 只是就着有肉味才有的 说是不动地前才舍战 金刚到后异熟空 到了八地菩萨 就消灭了阿赖也 到金刚到后 成佛以后 就消灭了异熟 但是这一切种事 通凡夫 通圣人 也通于佛果 佛陀的第八世 也叫做一切种事 但是他那个明了的心事 摄持无量无边的 三昧 陀罗尼 无量无边的善的功能 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地方讲 阿罗汉未舍 当然这个地方 阿罗汉未舍 主要是舍掉第八世 这个阿赖也的功能 那么到了这个金刚到后 又舍得一手式的功能 那一切种事呢 我们只能够说转一 转 把有肉的种子 转成无肉的种子 这个一切种事不能舍的 不能舍 一切种事的功能是不能舍 通凡通神 这个香细植食位 这个地方 看得出来 维世协一再的强调 说是 佛陀的大波涅盘当中 是有明了心事 而这个明了心事 是摄持无量无边的功能种子 这个地方跟小郑不懂 小郑说这个法身 小郑说这五分法身 借定会卸脱卸脱之间 这五分法身是素法身 所以这五分法身 当他生命在的时候 有他的功能 但是他入涅槃以后 这五分法身就灰身明治 就消失了 无知义无得 完全是自受用了 但是这个维世协说 这个法身 是大功德法之所庄严顾名法身 就是那一个明了的信心 摄持无量无边的功德 那个大背心 千江有水千江也 他能够自受用 也能够他受用 能够他受用 说是相细之识味 从凡夫乃至于佛果 敬未来记 利乐有情 这个心事都是存在的 这个时候 他的指识味 从有肉的种子转成 直识无肉的种子 这个部分是不舍的 所以这个三项门 这个有肉未是 阿赖也是一首识 一切种识 到成佛以后 只有一切种识 第八识 我们只能够说 佛的第八识是一切种识 可以的 他设施无量无边 无肉的种识 是这样子 这个地方是讲第八识的转移情况 我们这个地方讲出能变 就只讲业力的部分 不讲分别 分别就落到后面 第二能变 第三能变 第二能变的思量 第三能变的了境 就是我们的生命 是怎么样去累积业力 又怎么把业力变成果报 就讲这件事情 出能变讲这件事情 这个部分是探讨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生命当中 有一个功能 它能够储存业力 又能够把这个业力变成果报 而这整个功能是 怎么样的横软如爆流 又怎么样能够改变它 是什么时候改变 就讲这件事情 这个祭奏 这整个祭奏 就是在讲出能变的相貌 我们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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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的感情